周子宇老师在写爱琳说的时候 其实说的是莲是花之君子 但现代的时候呢 又会对莲有褒贬不一的多重意思 那其实莲花它一直就是这样 变的是时代变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看同样东西的角度 我觉得我就做自己就好 在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是就做自己就好 坚持自己想做的 不要管世人说什么 总有一天你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这个是我跟写词人在沟通过程中间 这个写词人他可能专长是比较古文范儿的吧 所以他就写古文写的比较好 对 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这段词的